第八十八集,因为安全套三个字,蓝战一晚上没睡好,一闭上眼睛,脑海里全是那个的画面,画面一出来就热血沸腾。 可是,卫英会不会讨厌?当年,自己把人欺负完之后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他肯定有阴影了,万一他讨厌两人的亲密行为怎么办?万一弄巧成桌,他会不会以后都不让我靠近了? 蓝战心里忐忑不安,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,醒来的时候,窗外虽然算不上阳光灿烂,但也一点不像有台风的样子。 蓝战正了一下,拿过手机就查天气预报,原来台风是晚上才吹到,可是晚上,自己找什么理由留在卫英家呢? 蓝战又没有头绪了,正在纠结之时,手机响起了短信提示音,是卫英发来的微信,大致的意思是, 晚上有台风,医院要多留几个人值班,防止突发情况,他预计要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,让他看好躲躲,晚上不用去他那做饭了,他在医院吃就行。 顿时,蓝望鸡就泻了一口气,昨晚辗转反侧睡不着,纠结了一晚上的事情,让一条短信给终结了。 蓝战看着短信,久久没有回复,最后干脆放下手机,进去洗漱,玩了之后下楼就听到,潮潮嚷嚷的声音。 你这个老巫婆,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,我要代表正义来惩罚你。 蓝战轻皱了一下眉头,看着他家女儿穿着,不知从哪里逃出来的乱七八糟的衣服,还有披风,还戴着个皇冠,手上还拿着根棒子,正起眼绿色指着。 那个,他口中的老巫婆,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,还打着背钉,头上包着个蒙古包,脸上的皱纹横七竖八。 蓝战捏了捏太阳穴,脑袋抽抽地痛着,放了几天假,他那个曾经还算得上,乖巧说你的女儿怎么救,变成这,斑了。 看来,是时候让朱莉出国回家去了,蓝战感觉,朵朵在他手上,智商都拉低了不少。 朵朵,蓝战无奈喊了一声,爸爸,小家伙扔下他的魔法棒,扑向蓝望机,用他那张涂满口红的小嘴,在爸爸脸上左一下,右一下亲了两大口。 朱莉看着表哥那滑稽,笑得跪倒在地上,蓝战瞪了他一眼,以后不许给宝宝,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蓝战指的当然是口红,朱莉笑得说不出话来,只能白手,朵朵很仗义替姑姑身边。 爸爸,姑姑说这个是天然的,不会中毒,不怕。 朱莉点头,望,望机哥,你要是顶着这张脸去见朵朵爸比,我敢担保,他一定当场吃醋。 你信不信? 蓝战转过头去望了一眼电视机,电视机屏幕上映出他那张,带着两个唇印的脸,吃不吃醋。 蓝战不知道,吃门羹倒是肯定会发生的。 蓝战抽过湿纸巾擦脸,一边问怀里的小家伙,吃早餐没有,牛奶喝了吗? 爸爸,朵朵吃早餐了,但不喝牛奶。 为什么?蓝战疑惑,牛奶不好喝,要不要给宝宝换一个牌子? 因为朵朵胖了,姑姑笑话朵朵是小肥猪,朵朵不要当肥猪,朵朵要当美少女。 浅眸又扫了某人一眼,朱莉缩了缩脖子,点嘴,宝宝不胖,宝宝是婴儿肥,长大就苗条了。 蓝战抱着人回到餐厅,重新给他倒了一杯牛奶,把牛奶喝了,喝牛奶才能增强免疫力。 乖,听话,嘖嘖,这语气温柔的都快滴出水来了。 朵莉写靠在餐厅门口,我说表哥呀,你要是用这语气对着魏无羡说话,他分分钟就沦陷了。 你信不信,尤其是最后那三个字,乖,听话,你得常用。 哦,对了,还得加上宝宝。 这两字,朱莉捏着喉咙,一句宝宝叫的,咦,蓝战打了个冷颤,爸爸,朵朵想去找爸比,朵朵好久好久没见爸比了,朵朵想爸比了,听到魏无羡这三字,勾起了摩朵对爸比的思念。 宝宝,姑姑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?今天晚上爸爸和爸比要生弟弟,朵朵不能去打扰他们,朵莉。 蓝战俯额,这人真是越来越不分场合了。 爸爸爸比生弟弟,朵朵不能看吗? 摩朵眨着他那双疑惑的大眼睛看着姑姑。 那是秘密,不能看,一看就生不出来了,朵莉。 蓝战几乎都咆哮着吼出来,一手还捂了下胸口,朵莉大惊,望鸡哥,你别激动,我不说了,什么都不说。 爸爸,你怎么了?你难受吗? 看到蓝望鸡皱了脸,朵朵也担心了,没事,没事,别怕,宝宝。 蓝战揉了一下他的小手,舒展开了眉心,宝宝。 今天有台风,爸比发信息来了,让宝宝乖乖在家,爸比今晚要职业班,要很晚很晚才下班,照顾不了朵朵。 呀,职业班呀,那岂不是朱莉拍了一把大腿,这么好的机会,又错失了。 爸比那么瘦,要是给风吹走了怎么办? 爸爸,你要去拉住爸比,别让他被风吹走了。 对,没错,这个理由好,还是我们家执你脑瓜子好使。 朱莉大为赞赏,哎,表哥这情商要是由朵朵的一半,他也不用操碎心了。 蓝战又白了他一眼,朱莉的存在,就是蓝战丢弃亚正端方的理由。 吃完早餐后,蓝战陪着朵朵看了一会电视才出门上班。 表哥,记得该准备的东西的提前准备呀。 朱莉不放心的又交代了一次,蓝战尴尬不已。 朵朵笑咪咪的,不懂姑姑和爸爸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。 反正有弟弟,他就开心。 如果他知道,爸爸要准备的东西是让他没有弟弟,不知有多伤心呢。 蓝战先回公司,把手头紧急的事情先处理完。 这一忙活,就到了下午。 直到拿起手机时,才想起早上未应发的信息忘记回复了。 赶紧给人回信息。 你值班到极点,我去接你。 想了想,删除。 朵朵说担心你,让我晚上陪你也不对。 删,你怕不怕,要不我陪你。 姗姗简简,如此反复后,最后只回了一个字。 好,爱,蓝忘记,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。 蓝战在心里唾弃了自己一番。 见机行事吧,到时就说自己还是不放心,所以去接他了。 窗外天色已经有些阴沉了。 蓝战在公司群里发了条公告,让员工关好门窗,提早下班,路上小心。 如果风太大,明天就在家里办公。 群里一片欢呼,都说老板体恤员工,是个好老板。 蓝战摇头,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,前几天才有人在背后说他冷得像块冰陀。 行吧,这两者也不冲突。 蓝战合上电脑,起身关了窗户。 他打算先回家里看看,不知卫英早上出门,有没有关窗户。